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回聲樂團的吉他手 尹君 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 Earney Boat Coat Boat 孤弦 其實我以前也有用過很多不同牌子的弦 那我一向是比較喜歡張力比較強一點的套弦 因為它可以有比較紮實的中音 然後比較輕量的高音 當我第一次拿到孤弦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驚訝 因為它的張力非常的平順 就是非常好上手 但是它卻擁有很紮實的中頻 然後輕量的高頻 我覺得就是在彈奏起來其實蠻驚訝的 其實我在樂團裡面就是主要擔任詛咒吉他手 它是需要彈比較多的riff 然後必要的時候也要去彈solo 那其實比較輕量的高音 可以讓我的solo在音樂裡面 就是凸顯得出來 對 讓大家就是可以很明確的聽到我要彈的旋律 對 然後再來我個人是蠻喜歡就是 就是在彈奏的時候顯現手的那種手tone 所以我也會蠻喜歡就是在我的setting上面 然後包括是我的弦 我的效果器調整 盡量去凸顯出就是手的那種播弦的聲音 對 所以 所以Cobo這一套弦其實它在傳遞這個手tone上面 其實它是非常的sensitive的 對 所以我可以就是很明確的 就是透過孤顯來傳達就是我的波弦的這個力道 然後它的dynamic 尤其是我在音樂裡面就是常常會有一些 比較rock一點的表現 像是推弦啊 然後垂勾弦之類的 像是這種 好 像是剛才這種比較classic推弦的句子 就是在孤弦它的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每一個聲音 就算我開了就是比較high game一點的破音 它還是可以把我觸弦的這個聲音傳達得非常好 然後在表演的時候 主唱博昌主要是刷就比較輕量一點的節奏吉他 那我就是負責就是中頻比較多一點的riff 或者是solo 那孤弦它在台上就是可以讓我接到任何的音箱 都可以保持就是很solid的中頻 對 然後再來它的顆粒感也非常足夠 就是在整個樂團套起來的時候 我的聲音也是可以很明顯的穿透出來 對 對 by bwd6